欢迎Liva Academy Golf的教学总监暨职业选手张丽珍 Liva来到独角传媒分享专业故事 哈喽 哈喽 刚刚有提到Liva你本身是职业选手 那我蛮好奇说 当初怎么会想要踏入高尔夫这一块礼物 她的路高尔夫球是我的家人支持我 然后也希望培养我的一技之长 所以我才投入这个运动 就说希望我可以以后的路可以跟别人不太一样 不会说好像我出社会我就是要什么当老师 或是想做什么 他希望我可以用自己的技术的能力去走自己的路 就是培养技能的方面 不是说单纯只坐在办公室 然后上班主打电脑这样子 也有爸妈也是运动的 哦 了解 对 难怪对于这种记忆的培训是非常的看重 对 那应该说你本身是职业选手 对 那平常都在练习场练习比较多是吗 没有 我们平常都是下场比较多 哦 下场 对 下场比较多 因为下场其实我们比赛也会 比较有真实的感受度 所以我们通常会比较推荐的学生都要下场 嗯 对 会比较多的感受 那你们这个Liva看你这个这个场所啊空间啊 对 就是是您特别创办要给练习的人来做的吗 嗯 对 但是我也是希望属于有自己的空间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希望我们这边的教学的知识是很 资讯是很专业的 然后可以给予学员比较多的一个正确的观念 嗯 所以我才会想要有这个空间 就是融合自己所学的专业的知识 对 然后结合其他专业的教练们 对 然后打造给学员一个专业的环境 对 然后也舒适的环境可以来做练习 然后培养对高尔夫的兴趣这样子 嗯 没错 那我想先问一下Liva说你这个空间开设了多久啊 嗯 从疫情到现在大概五年 对 五年的时间 那其实也蛮长一段时间 对 那但是因为疫情啊 我们知道说有一些教学的行为啊 跟工作是被禁止的 甚至是说 学员在教学的时候是需要有所谓的社交聚 那当时你们的学院有遇到这种困难吗 我们其实当时蛮可爱的 因为我们 疫情的时候教学的时候我们是戴那个面罩 哦 是戴那种就是人家厨师在用的那种 就是以防你喷口水 对 然后然后我们又还有买手套 嗯 就是防毒的那个手套 就是看到学员是觉得可以放心的 哦 口罩就是一定要戴 嗯 所以其实很辛苦 对 而且可能要走来走去啊 对 对 对 其实有时候夏天一来很闷热 很热 对啊 对 要学生就是戴着口罩 因为我们知道说好像你的空间是半开放式的 对 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疫情的时候有很多学员会来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是室内 嗯 因为室内大家都会在空间里 但是我们是半室外 是 就是说我们是呃在练习场打往外打 但是我们是有也有自己属于自己的室内的小小的空间 嗯 那学生就会觉得我是有空间练习不会被打扰 嗯 对 有空间练习 而且刚好疫情的时候 对 不是一个密闭式的 对 就比较安心一点点 对 那除了说因为疫情期间可能啊 学员是有变少吗 还是说 疫情期间其实学员有越来越多 哦 但是疫情的当时是不能交的 因为好像被禁止了四个月嘛 对 疫情结束我们就开始人数到大爆发 因为大家都出来运动 是 然后大家又不想要在室内 对 所以刚好腹球算是很多人一开始选择的运动 对 像健身啊 羽球都一开始都不太可以 因为都在室内 是 对 所以大家 其实因为大家闷久了啦 嗯 没错 所以就想要开始运动然后往处走 对 像这种高尔夫球是往外走的运动 而且哎 他下场打的时候其实他也可以走很多路 对不对 对 而且你下场的话 其实就是在一个户外的空间啊 嗯 所以你不会说好像有很多人会挤在这里 不会 嗯 对 那我想问一下 那我想问一下Liva说你自己开设这个学院啊 是用你自己的名字 那Academy什么意思 嗯 LivaAcademy就是Liva是我 嗯 然后Academy就是学院 所以我把LIVA的A跟Academy的A连在一起 就是我跟学院的一个结合 哦 对 就是专属于Liva的一个专业知识的学院这样子 对 没错 那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练习场 嗯 它的嗯 目前也蛮多地方在开的台中啊 台北啊 高雄都很多地方 对 那你们练习场就是刚好提到说 转比较专业之外的 还有什么特色啊 嗯 我们除了专业度以外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仿真的草皮 嗯 然后仿真的草皮 在就是我们会在教学的过程中结合 比如说科学化的训练 嗯 结合辅助的器材 嗯 然后让你的课程它不会很单调 单调就是我可能不是只是 我听完教练的解释以后 然后我就要一直打一直打 不会我们有很多的像一些分析动作 或是数据化的分析 嗯 会让你知道说 哦 原来我这颗球飞出去有这么多的 里面有这么多的内容 嗯 然后包括我的动作有这么多的内容 所以我需要来上课 嗯 对 的确 因为其实有科学化的分析 其实会让我们更知道说 欸 其实在这个挥干的时候啊 这个动作 欸 我这样往哪边挥 这个动作角度不对了 对 球又往哪里跑 对 那我们有眼睛去看到 而不是说 一直听教练讲 就是要怎么挥 就是要打几颗 这样子 对 就是了解自己 而且避免一种无效的练习 对不对 对 就是它比较有效率跟方法 对 不然你如果是透过你自己练习 如果你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嗯 其实你得到的效果就是你练到了很多的球 嗯 可能会有一点感受度 可是其实可以选择更好的方法 是 对 所以我都会 今天学生其实来上课 还有就是记录你自己的动作 没错 对 这是你的成长过程 其实蛮重要 因为要看着那个数据这样跑 对 你才会知道说自己有没有在进步 没错 还有你辉干的知识 对 那你像 Liva 你本身是职业选手 对 那我想问一下 你对于你的团队教练们 你会 特别去要求他们要有什么样的资历啊 还是说能力的部分 嗯 我觉得资历这个部分就是在台湾的话 就是职业选手专业教练 其实我把它区分为两项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征兆 但我把它分两个大项目 就是职业选手跟专业教练 那这两个选手的 这两个项目的所谓的资历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 因为它的程度不一样 那当然也有一些教练 他可能不是职业选手 但是他很会教 那在台湾的职业选手就会见专业教练 他会一次就有两个征兆 但是专业教练他不会是职业选手 他可能只有专业教练 那像我的教练里面 有些分配就是说 我刚刚讲的就是每个教练 他可能会有属于自己的位置 位置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教练虽然他不是职业选手 但是他非常的会教 对 他表达能力非常好 但是因为其实在 在这个高尔夫球的生态里面 有些人他是会去在意你的资历的 所以其实有些教练呢 他可能会认为自己 比如说好 职业选手会认为自己 我觉得我应该要去上这个课程 我要教这个课程 因为我是在这样的人 但事实上其实以老板的身份 或是以另外一个人的角色 去看这个人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他可能不是适合这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每个教练都会有他 很大的优点跟他的缺点 只是我们在教学的部分 会尽量去帮他开出一条道路 就是说我会希望他是走这个区块 那你的区块有你的特色 这是我觉得也是透过这个 教学的方式去认识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每个教练都有自己的优点 是 对 透过这样Liva跟我们讲解之后 其实发现Liva对于课程的设计 其实应该也蛮有要求 对 我的课程设计就是第一个不可以太无聊 是 然后一定要有东西 有东西是要有含量在里面 比如技术含量 再就是要觉得是有趣味的 当然可是趣味好像看每个人 有些人他就是很喜欢很专业 是 然后教练可以能够跟他沟通 他有些人是需要是这样 那课程的设计呢 会看每个人的 比如说每个人的程度 有些人他是需要客制化 我半个小时训练 每天半个小时可以做一些器材的练习 那有些人可能不可能不够 他可能需要长达50分钟的训练 跟可能10分钟的这个辅助器材练习 要看每个人的需求 然后然后包括孩子也是一样 像有分我们分初阶中阶高阶 有分趣味有分东令营下令营 其实有非常多的课程 对 让孩子觉得不无聊 对 而且就是像尤其是我们知道说 蛮多运动的项目 都是要从小培养 对 所以尤其是Liva你们的学院里面 然后针对小孩其实项目很多 对很多 就是初阶中阶高阶 然后又有那么多营队可以做选择 对 那小朋友除了说 透过玩来理解高尔夫球的 带来的乐趣之外呢 他可能也有更有兴趣 想要去多了解高尔夫球 对 然后来培育自己的那些知识啊 对 然后跟资讯的时候 其实你们也是有在教导这样子 没错 我们都有 我们就会去分类啊 比如说你想要走玩 还是你想要往这条路 是 还是你想要 我办走办看我还不确定 那我们都会有适合他的课程 是 对 那我想问一下Liva 因为我们看到前面 好多你们 呃 学院的商品是吗 对 独家设计款 独家设计款 对 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说 这个Liva的这个logo啊 还是说衣服 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呃 其实这个logo就是我的英文名字L 是 对我在里面 但其实它旁边还有两个英文字 就是 没关系就 对 像我的那个官网就会看得到 是 好 我就官网 赶快来追踪我这样 这双Liva的IG跟官网 没错 然后这个字呢就是我设计的 那时候立体秀就是想说可以感觉比较突兀一点点 然后我们每年都有设计不同的颜色 是代表我们有一个球队 然后每年有不同的队服 然后我会很习惯是一个色系 比如说 呃我今天灰色我就会戴这个帽子 那因为今天我想秀 所以我就给大家看我的帽子跟我的衣服 对 然后这是也有分 比如说我们今年可能是灰色 明年可能就是白色 黑色我们会分不同的 那个时代做不同的这个颜色转换 就是有一个对服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 出去其实也是很有气势的 就是觉得我出去我就是这个团队 是 而且像用那种刺绣啊 凸刺绣的设计 其实看起来很有质感 就很像是某一个潮牌出来的 出来的嘛 对对对 就是我自己都很想要戴顶 那我想问一下Liva说 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你也接触蛮多小朋友 对 那有没有就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小朋友说 我看到就是Liva老师这样带我们 或是某个教员带我们 然后我也好想要成为一个选手的时候 有这种感动的时刻吗 嗯 你是说我的学员吗 对啊 就是有看到我吗 对啊 感动的时刻吗 其实还蛮多的 对 但是通常小朋友他比较向往的会是 就是他会觉得说 啊你打好远 对 好厉害喔 对 我也要跟你一样 嗯 其实小朋友他不懂 他没有懂那么多东西 他可能看到就是 就是这么简单 是 那他就会开始往这条路 因为他只是 本来一开始只是想说我要打很远 然后就其实 付出的时间就不是只有这样 我还要打很直欸 对 我还要打很准欸 对 就会变成是这样 所以其实 我们 我印象最深刻的小朋友 应该就是 去美国的两个小朋友 嗯 然后他们现在已经在美国大学了 但他们很小的时候 我就认识他们 那四年级 就是那种很可爱的阶段 嗯 对 所以其实那个就是 分享 看到他们这样有成就 觉得很棒 其实很感动欸 对 就从他们那种 牙牙学育的时候 对 然后小小子在那边 然后一步一步带着他们 牵着他们 然后看着他们长大 就觉得哇 而且相信的时候 他们好像在美国应该也是比过 蛮多大型的比赛 对 现在都长大了 都变 就是大人了 嗯 就是从小朋友这样子 然后变成那种 挺挺玉立的美小玫 然后现在又是一个 高尔夫选手 很棒 是不是看到自己以前的样子啊 对 但是我是没有那么漂亮 哈哈哈哈 哪有你太谦虚了 你把 拜托一下好不好 那因为你有 他说很漂亮 因为有学生已经在国外了 对 那你会不会说 想要把自己的空间啊 或是说跟国外的企业来做结枪 会我们会希望 譬如说我们现在有自己的配训队 会希望可以跟国外 也不一定会是美国 可能可以跟某个学校 我们可以做一个配合 配合就是说 我可以去拿到升学的资格 或是我可以到那个场地去做训练 在我寒暑假的时候 那我的小朋友去训练的时候 他就会有资源 可以去打那边的比赛 我会希望能够做这样的接轨 对 就是让孩子们啊 可以更适应就是外国的场地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环境 对对对对对 因为像我们知道说 Liva你的空间是不是 是放开放式的 对 然后是 我们的民众是可以接触到一些 天气啊 这种因素 可以 他就可以知道说 下场就是很热很冷 他就有这个天气 那高尔复球其实他就是跟着天气的一个比赛 是 就是一个竞赛嘛 我下场十八动 我要看我天气 如果今天下雨我就得下雨也打 我今天如果是很冷我就很冷 但我天气很好 就是打的又不一样 所以同一个环境都是一样 但是因为天气不一样 会让你的感受不一样 而且提早先适应这种天气 才会知道要怎么去应对 没错 然后力度要怎么打 对对 那因为像天气已经很全面了 那Liva像你本身就是选手 你会想要在你的学院里面 就是举办一个像是Liva杯啊 还是什么赛事吗 我现在呢 其实就是会有自己的球队 我们学院会有一个球队 是每个月会打一次 叫Liva Academy的学院的一个 学院的球队 那这个球队呢 只要是学院的人都可以参加 那他就会比较容易让 很多学员会感觉到他比较不孤单 因为他可能初学者 有些人他会怕人家会看啊 没有自己的空间 我练球会怕 我自己一个人 感觉人家会一直看我 我打得很烂 对 之类的 那我们会透过学院的方式一起下场 那你就不会变成那个特别的人啊 因为你下场就会跟大家一起 然后就会追求大家一起进步的概念 对 而且听得出来说 Liva其实也有去针对 各种不同强度的来去做调配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一个菜鸟他不会跟一个老手 然后去来做竞赛的动作 不会 或是说 就是可能会有压力 组队的时候被老手这样子看着 你多了一杆哦 这样子 之类的 压力太大 压力好大哦 对啊 这样 对就是减少说初学者对于想要下场的一种恐惧感 对 让他们更意愿的去报名下场 对 然后去比赛 嗯 然后去趣味性的去竞赛 这都是一个很棒的两性竞争 对 那因为像我们知道说 现在目前很多 嗯 体育啊 健身啊 等等项目 他们都会开始经营自己的频道 对 去推广他们的 呃 就是常才的部分了 对 那Liva呢 你会想要开设自己的频道吗 嗯 我其实一直都很想做这件事情 嗯 自己的频道内容 其实比较 主要还是包括教学 嗯 但是因为教学这个领域就是 就是有太繁杂的 专业的一些剪辑的 状况在里面 是 但是如果拥有自己的频道 你会更显现就是你的 学员的专业度 嗯 对 又更可以让大家更了解你 嗯 所以我觉得这未来是我一个很重要的考量之一 是 对 就是因为这部分呃会牵扯到 高尔夫球的专业性的部分 对 所以也不能走得太趣味 对 让大家忽略了 就是重要的东西 对 所以这种知识含量的部分 所以还是需要 缜密的去规划计划 对 然后去想 诶 要怎么样就是寓教于乐的部分 对 没错 那最后我想要就是请Liva 给我们呃一些想要 创业的呃建议 呃建议 对啊 嗯 我觉得 创业的人我就是能够 呃我想要给他们建议就是要经营自己 嗯 经营自己呢 就像跟经营公司有点不太一样 如果你要经营公司 你就要经营很多个自己 是 不同的自己 嗯 诶我开心的自己不开心的自己 我厉害的自己跟不厉害的自己 我失败的自己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 你这个制度里面不会只有你自己 嗯 是一个公司 所以 我觉得这个经营能力很重要 那 我会给 建议给一些想要创业的人 只要你可以做得很好 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我觉得 面对任何的事情你都不会害怕 是 对 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Liva在开设这个学院的时候啊 其实做了很多的准备 对 然后还有紧急资金的筹备等等 对 其实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人 对 然后再来是说 因为本身您是职业选手的关系 对 所以对自己有要求之外 然后对公司经营其实也是 非常的有要求 嗯 而且这个要求是全面性的要求 对 自己好 团队也要好 对 行径要好 然后大家一起好 对 所以让学员们来 进来就是享受 呃 体验那种打球的乐趣 嗯 嗯 那非常感谢Liva 来跟我们分享您的创业故事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